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不踢足球讲段子的冯霄婷 大家好 我是冯霄婷 来这个台前面之前呢 我每个人的物流都串了一遍 我说手下流行 手下流行 他们统一的口径都是 没事 肯定不会吐你很深的 刚才听完我差点吐血你知道吗 太狠了 那个 我是冯霄婷 我是国族队长 有人说国族队长和美国队长都差不多 都是背锅的 但是我想队长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我跟美队也不一样 我不甩锅呀 直到大家最近对这个世界杯都特别在意 老有人问我 说你对世界杯有什么感觉 我能有什么感觉 我又没打过 很多人说总觉得我们运动员没有什么文化 有一次记者采访我 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我说看书 记者说你好好说话 运动员看书怎么了 赵少康还教书呢 林南大哥 世界冠军 多少块奖牌 64 那个世界冠军 最近因为欠薪的问题 跟俱乐部打官司 相比之下我们许老板 就不一样了 不仅不欠薪 还总发奖心 烦死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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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有个这么好的老板 继续 继续 林南大哥 你看刚才看到了 林南大哥就是大球有个特点 就打一打就生气 一生气摔拍子 摔一个换一个 摔一个换一个的 霸气啊 还有那个痛快啊 那我们足球运动员就不行 只能摔自己 真的 只能摔 摔不好才败潘甲 我和黄建祥老师有一段渊源 零五世青赛 荷兰在荷兰 我跟梅西一起被评为十大新型 真的真的十大新型 我做证 当时黄老师就特别热情给我打电话 说小冯 我帮你运作吧 咱们我可以帮你到德国踢球 你想不想啊 我特别激动 那么大一个机会 我说好啊 黄老师 可以 我想啊 当然大家结果也看到 没成功 黄老师 我哪知道你这么不行啊 早知道我去找刘先宏老师了 去年我组织了公益赛 助攻未来 是帮助孩子们的 我邀请了黄老师 一起来参加 黄老师特别有爱心 那个非要给孩子们捐鞋 而且还都是他试穿过的 穿了好几年 关键是 都是43码 大家想想啊 就是都是七八岁的孩子 穿着43码的鞋 你想踢球那什么场景 满场飞鞋啊 所以去年就没捐成 黄老师说 他不放弃 今年还要继续捐 一定要找到 穿43码鞋的孩子 今年公益赛 我还邀请了密子 怎么漂亮 虽然密子不会踢球 但是你可以给我们解说呀 毕竟你解说的身价 比他们都贵呀 过来还可以就是 捐点这个东西 键盘 鼠标 耳机啥的 这个用过的都没关系 哪怕是捐点游戏里的装备 也比43码的鞋强啊 说起你们玩电竞的人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有一次我玩那个英雄联盟 玩盲僧 就是一不小心把那个一脚就把对方刺客 就踹到我我方老家了 然后我们就全都挂了就去团灭了 这时候就有个人说 哎呦我去你是国族的吧 这个都被发现了 这个都被发现 当时我就不高兴了 打游戏就打游戏 怎么还各样人呢 张腾岳老师走进科学的主持人 里面有段话我非常熟悉 河中生灵神秘死亡 下游居民得上怪病 沿岸植物不断变异 是残留农药还是生化攻击 敬请关注今晚走进科学专辑节目 国族在河边洗脚 我没说过 张腾岳老师 每次看到这个段子 我非常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完全是污蔑 居民得怪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国族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随便出去外面洗脚 米斯国族书球 网上出现很多段子 嘲笑我们 我看了就是又好气又好笑 就是看到大家国族 这个段子写的那么好 我很惭愧 所以我决定努力学习写段子 一写就是一个通宵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证明 球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踢 但是段子谁不会写 总有人说 中国13亿人 找不到11个人会踢球的 其实中国踢球的孩子真的特别少 愿意把足球作为职业的就更少了 说这些话的人 其实如果你们自己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踢球 我这只手骨折锅两次做了四次手术 第一次在04年的时候 断过 然后之后没长好 07年又断了 当时在球场上 直接断成S型了这个胳膊 特别恐怖 队一上来就大喊 大家都别动 让我看断没断 大哥都S型 你还让我怎么断呢 这次伤病差点毁了我的职业生涯 林丹给你 伤病是足球队运动员不可避免的 那么幸好最后呢只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疤 那个这就是职业足球的风险 这是男人的伤 这就是我的胳膊 这些年我在努力踢球的同时 也在做一些公益活动 给孩子们建场地 然后捐一些合脚的球鞋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热爱足球的孩子们 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这项运动 我们这一代的球员非常努力 现在已经和世界杯非常接近了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进来 中国足球一定是世界杯的常客 我是亭哥不是亭姐 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我是冯耀婷